第一个,当然题目 将来如果考试的话,一样,它给你一个题目 那个题目的话,你就把它重点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G of 数的个数计算 所以 计算的话,它其实意思就是count OK,有点像那个 如果我是Excel里面的话,其实就是用所谓的那个 应该是用count if OK,如果你用count if的话 那count if如果他这个数字能够被 被二整除的话,就偶数 反之就是G数 如果是VBA里面的话,假设他就不是用那个百分比,他就用MOD 那Excel里面也是MOD 这个函数的话,基本上就是求余数 那除以多少的余数 那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其他语言也都会有一样的类似的用法 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所以首先的话,第一个他说要10个 整数 我刚刚有提过啦,其实这一题应该要不定数才对啊 你前面都不定数,这边突然来一个 10个 感觉好像放错类别了 这应该是放在第3类才对 所以 刚刚讲一下说 这是不是应该把它改成不定数 不确定几个,那你帮我把这些数字 计算说他奇数几个,偶数几个,帮我print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一题也许你可以 假设啦 自己改一下 OK,不定数 不一定是10个 那如果是10个的话 那很简单 你用for i in range 就好了 in range 的话,刮弧 就是0度点 0度点10就可以了 其实直接写10就可以了 0度点可以不用写 OK 然后就可以计算出 计算的话 如果 输入这个词 假如能够被什么 被二整除的话 那就是偶数 反之就是奇数 那我们要能够把它累加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我demo一下 但是这个我先把这些数字 先 拖揽一下 复制 当然未来 可能你需要什么 一个 输入一个enter enter enter 那我这边直接用复制 其实也可以 一样的道理 假设我就 就输入 69 enter 48 enter 一直enter 到40 这个假设我输入已经10个了 然后呢 我输入之后 enter 他告诉我什么 我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偶数有几个 有五个 激数的话呢 有几个 有五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等于是他帮我把 前面这几个激数或偶数的结果帮我累加 不是 不是 应该是计数 计算有几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你就必须 如果是 激数 你就在激数地方 把它加一 那这个地方该如何 写这样的程式 第一个 预设值一样 我们需要两个变数 一个是even 一个是o 就是这两个变数的话呢 预设值为0 意思是说 里面都是没有 那底下什么时候会 会增加一个 就是能够被二整除 就帮我加一 那反之的话就这边加一 那所以底下的话呢 再来做什么 因为不是不定数 是有范围的 所以呢 我就for for i in range 这边的话 那你可以 for k 也可以 假设 我这边的给一个变数 OK 它范围的话呢 就帮我 跑十次 跑十次特别之为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特别 你range 瓜乎十 其实就等同0 斗点 10 这样的写法 将来呢 如果是0开头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把0给省略掉的 OK 如果你是1的话就不行 OK 1不行 OK 如果你 初始只是从0开始 那你这样可以把它省略 那意思就是说跑到 你想说10 那10意思说跑到9 意思说0到9 0到9不是刚好就10吗 OK 所以特别主要以后写这样比较简单 那当然如果你想说老师那可是我不习惯写这样 我习惯写这样 1 到 10 这样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可以 只是说呢 这样的写法的话 等于感觉好像比较没有利落一点 有没有 10个 以后呢就很直觉 就把它加个10 它就跑10次 那这样感觉还蛮好记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做逻辑判断 所以 回圈 因为是有10个确定的 当然不过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不定数 你可以用坏耳一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做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是制作输入 让A这个输入 那输入的话呢 等于是输入10次 所以他就是输入第1个 然后呢把它input input到A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判断 如果A里面的词 假如说能够被2整除的话 特别说 能够被2整除 记得 A如果怎么样呢 能够除以2的结果 等于等于0的话 那做什么事 冒号 OK 那底下的话呢 就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 这个 变数呢 帮我加1 哪个变数呢 帮我把偶数就是even 这个 里面的词加 加1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写加等1 如果你不习惯写这样的话 等于你可以 这个even 等于这个 even加1也可以 这样的写法 OK 那意思是说呢 帮我把它加1 预设值等于0 那0 加了1之后 再帮我把它写回去 写到哪里呢 写回去到这个变数里面去 OK 特别注意 那这个等号运行的方向 特别说是反方向 是后面做完的东西 存到前面去 所以加了1 表示说 它有一个 那 那依此类推 就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依此类推 那我们就怎么样了 把这个地方全部 反之 大家如果不能整除的话 那就是 激素 OK 激素当然你可以写成上面这样的方法 OK 然后呢 等到全部跑完了 跑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写的结果也很重要 写的什么呢 写的这个 这个 Event number 等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样一个空白 然后把这个Event的变数 写出来 所以底下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写 那我底下的话 一样用什么 用 刚刚讲过用Formator Formator 这边就用 就这个 我讲过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吗 把底下 或者是把那个 尸体里面的那一串 打完之后 把那个需要做变数的地方 用个大刮符 后面呢 点Formator 然后把这个变数呢 带过来 它写出来 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 大刮符里面做print 那因为题目里面 它没有什么小数点到第几位 所以其实你就大刮符就可以 那另外的话呢 偶数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 的这一串 复制下来可以改一下 把它把这个变数再放进来 结果 就 大功告成了 请各位 这一题也可以 做一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题 请试着把这边改成什么 不定数的 所谓的不定数就是说 不一定10个 OK 可能11个可能12个 也许你自己再增加 或者少几个没关系 如果不定数的话 不定数的话 不定数的话可能还是要有个跳椅 有没有break的地方 所以也许 它假如是输入那个9999 4个9 就break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改 有没有 想想看 第1个 变化题 我是觉得 比较符合 第4 第4 类题目的 其他题都是不定数 这题 就是 第2个的话 如果说 像这个地方 奇数偶数部分的话 其实还有个方法 像我们前面有一个部分就是 可以把输入的词怎么样 全部先通通丢 丢到 list里面 串列里面 然后再做判断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不过 有没有 占到便宜 也许可以试试看 但 好像没有 因为 如果你把它放到list里面 还是需要再跑一个回圈 一个个做判断 因为 在 Python里面好像没有 就直接计算机偶数的那个function 变好像没有特别 占优势的话 这个当然就可以 可以思考看 不过至少就练习list的部分 OK 请各位 试一下 把这个地方 一直改一下 改成不定数的 写法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来的话 其实如果说像刚刚这一题 如果你要把程式再简化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因为它总共就输入10个 已经确定了 所以 特别注意 如果它里面是 如果是偶数的话 就不会是奇数 如果是奇数就不会是偶数 也就是说 甚至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 奇数的这个变数的那样 去掉 假如说我不要这个 诶 可是我如果不要这个的话 那else这个地方也就不用了 如果这个轮部不把他加1的话 那我将来怎么输出 对 其实因为总数是10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10去减 10 因为总共10个 如果它假设是有5个是偶数的话 那剩下来就5个就是一定是奇数了 这无庸置疑 所以这一题 假如说你要让程式更精简一点点的话 其实这边可以 把那个奇数的部分那个变数拿掉 这样就更精简 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 程式的话当然你有时候写完之后 可能还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地方可以让那个程式 基本上 更简短 OK 结果也是对的 那当然你就用那个更精简的写法 像我个人习惯就这样 写完之后我会想 某个变数是不是可以不要 不要的话呢 是不是结果也是对的 如果不要结果也是对的 那干嘛要他 对多识一局嘛 所以有时候当然可以再思考一下 不同的写法 可以让你的程式更精简 因为像我个人习惯 程式越短越好嘛 没有人们没事 写一大堆程式 看了就觉得很烦 对不对 有人看 程式越 越多感觉心情越好 应该没有吧 越烦躁 就觉得 像我的习惯第1个 如果别人写的 我一定先看一下 真的有些人写的程式 真的是 落地巴说的 写一大堆东西 根本不需要这样写 他绕了一很大一圈 明明这边不需要的 不需要一个变数 他就 宣告一堆的变数 然后宣告一堆的物件 然后最后再开始做 做要用他的 反正很多方法 属性跟方法 最后写出来 真的是绕一圈 最后结果 根本的两三行就写完了 你就写一大堆 结果也是一样 那感觉就 不是那么清爽 OK 第一个 所以我刚刚特别说要如果要把那个 基数 那个 ode的这个 变数拿掉的话 其实用10去减 不过 假如 他这个地方是确定数量是可以用10 可是如果不确定 不定数的话 那可能就会是问题的 不定嘛 除非说怎么样 除非说你还要再增加一个变数 然后去计算总共他跑了几次 然后再把那个几次放在10的这个位置 也是可以 但有没有这样好便宜 好像也没有 所以什么写 所以第1个 如果说我今天 我要 把城市做金减处理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这样做的 第2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一段城市 改成不定数的 如果说他输入 4个9999 的话离开的话 那怎么改 第1个当然 一样 4回圈 先注解 Ctrl加斜线 他又加一个紧字号 然后Enter 打一个坏 很简单 坏有空一格 坏有一帽 坏有一帽真好用 OK 那什么时候判断呢 如果他输入的 所以如果一符什么 A这个词呢 假如等于等于9999 99 OK 的话 那就做什么 break掉就可以了 反之的话呢 反正就是奇数 偶数就加1 奇数就加1 最后 point 结果应该也是 没问题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不定数 那其实只要加 他画一帽号 在输入完之后判断一下 OK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过了 资金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执行 假设不定数 那一样 我们就是把 这个地方的值给输入上 比如在这边 假如这个 一样 输入那个69Enter 48Enter 一直往下Enter 而且 假设了 我底下在随便输入几个 反正我不定数嘛 所以多一点没关系 最后在9999 OK 4个9Enter 到这边帮我跳0 然后呢 帮我计算奇数几个偶数几个吧 OK 有没有 他这边的话呢 就跳出 偶数6个 奇数8个的结果 也可以 可以啊 一模一样啊 只是说呢 当然是 不确定的范围数量 不过好像通常 有的时候你来自于外部的档案 很多时候 外部的资料 很多时候是不确定到底有多少数量 所以有时候大部分 还是用画围圈 因为画围圈还是必要 需要知道该怎么做 那当然呢 讲起来如果说将来 你希望怎么样 就像刚刚一样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old的话 可不可以 不恰意的话 那因为我就不知道数量 所以变成 如果你假设 要把这个old这个变数拿掉的话 那可能你要在里面 变成说你还要在一个变数在 加一吧 就是要知道说到底 他总共呢 跑过几次 然后你把跑过几次呢 把它减掉一份 其实也是可以 OK 不过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所以算了 OK 所以有时候 我的习惯是 我先推理一下 有没有可能 这样改写一下 也有比较简单 如果比较简单 如果比较复杂 算了 OK 不要说城市越改越复杂 OK 我看过有人真的会 好像钻牛角尖 钻进去就出来了 越写越复杂 我说如果你越写越复杂 你先打住了 不要再往下再写了 OK 城市只 只希望你越写越 越简单 你不要城市越写越复杂 如果太复杂了 请各位就到此为止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部分 就是 不定数的写法 OK 那这个写完之后 也许可以看一下 再来的话 410 会是等腰三角形 这个跟我们之前会是那个 直角三角形有点类似 只是说 本来是 等腰的 那现在要变成 本来是直角的 现在要变成 等腰的 比如说他要输入7个 Enter 之前是13个 就画出来 那不过之前我们画的 有一题是这样的 画的部分没有这一边 只有到这里 有没有 那么规则 这边是12个空白 加上一颗星号 再来是11个空白 加两颗星 也就是星号 跟空白的数量加起来 刚好就是它的 总 就是它的总数 可以用直角 但如果等腰的话 等腰 等腰 你会发现 它的规则好像又不太一样 可是有部分是一样的 哪些地方 你会发现 从这边切 这边 多了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 多了等于这个跟这个是一样 中间多了一颗星 那我怎么去多 好像是总数 它的总数跟它 好像相差一 有没有 所以你怎么样可以刚好 星号的总数 只要把它 减一 其实可以得到等腰三角的另外一边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尽量 先不要看参考答案 如果可以自己想出来 那是最好 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试试证不多 三行搞定 一个 负回圈 应该是四行 一个输入 一个回圈 一个输出 空白 一个输出 信号 结果呢 就可以把这个 给写出来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如果410 考这一题等于是赚到了 因为试试证非常简单 只是说要怎么样 把这个我们要的那个 等腰三角形做出来 那你可以先复习一下 直角三角形怎么做 直角三角形做出来之后 再想想看等腰三角形怎么做 甚至他当然没有考到一个 我们之前还把它颠倒过来 有没有 把 本来是 信号越来越多 你可以把它改成信号越来越少 那等腰三角形也可以啊 其实没有问题的 甚至之前还有同学 就画一棵圣诞树 也可不可以啊 只是说你要自己去 想一下那个输出的回圈数量 该怎么做 也会是最刚刚好的 这些当然也是练功的一个 好题目啦 所以 这些题目 请各位先示意 把那个刚刚的 408 本来是定数的改成不定数的 然后再来就是 把那个 410 等腰三角形 如何做输出 试试看 我可以先复习一下 垂直的 直角三角形 试试看 没试试看